- 奇景啊! - 非常高的求生日 哈囉!大家好!我是你們的輻射宅安NITI 那今天又到了我們的一年一度的就是動漫節了 那動漫節其實從去年開始 因為疫情的關係就是延宕了超級久的 相信超多就是粉絲還有小豆腐們應該已經期盼非常久 然後覺得非常的煎熬啊 因為我已經差不多一年的時間沒有去就是動漫節的現場 感受一下那個澎湃的斧姿氣息的 跟那個宅姿氣息 那所以今天呢一樣就是會到現場看看 有什麼樣的好作品可以挖掘給大家 那最後呢一樣也會把一些戰利品然後開箱 分享跟你們講一下裡面的一些劇情啊 還有可能是我已經看很久的 然後終於入手的 那因為今天我們也有特別準備的一個企劃就是呢 直接去現場好像有點無聊 所以我就有在IG上面呢就用一個票選 然後看看我今天大概會用什麼樣羞恥的樣貌 出現在各個公關然後還有大家的面前這樣子 我們已經票選出來就是非常羞恥的幾個造型了 現在就是先到我們現場吧 GO 這個太色氣了吧 oh my god 我用我的手把他擋住 好像有蜘蛛大 他有非常高的求生欲 oh my god 天啊 看起來超好看的 這個 有沒有什麼時候可以出第三季 我真的等第三季等超久的 超級久沒看到高雄老師用畫長髮了 他現在是展場預購 但是實際上還沒有出手 在3月的下旬會發售 這一次平行有出了三套很厲害 展場必備的新書 第一個當然就是我們天官四伏五六 然後還有兩套寒蠻 帶大家先來看一下 他把特裝組的所有的東西都展列出來 現在進去還有開貨關 對可以看到就是江里市 我們金牌金雞好不好 無碼無遮無聖光 就在平行的實體書上面 我們現在終於來到了 俗稱鋼鐵之南的台灣腳川 帶大家來看一下 唯一一櫃 就是女性向的專櫃 來帶你們看看 台灣腳川的進化石 You look 終於 奇景啊 真的 終於我們的腳川 爸爸要被搬關了嗎 我最近想要看這本 就是最後ABO 因為我今天是來第二天 然後我的王侯男友還有劉商遊戲 全部都沒了 真的超級 State對不對 對 但是我又不想要第一天來 所以一直呢 默默的承受這個結局這樣子 幸好美好結局還有 對 所以大家可以再衝一波 就是美好結局 然後呢 我自己因為就是公關的推薦 所以對這部也特別的感興趣 因為我覺得我還蠻喜歡這種傲嬌的 就是不要太正態啦 他看起來也還沒有到超級正態的 對 所以這種的我還吃得進去 對 我們終於來到了微想文化 然後這次微想文化 除了書之外呢 還有就是遊戲 然後這次金魚的遊戲 我之前已經有拍過 就是我們的影片做介紹了 現在到現場 還會有一個特別的 就是新春的紅包 只要你們有買的話呢 就會有紅包 然後還有準備店的部分 都可以拿回去 所以大家看一下 他們這次展場布置的超漂亮的 再來就是 上監禁餐廓 因為二三也出來了 所以大家應該有辦法就是 把他一次就把他帶回去 OK 我們現在回來現場了 然後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戰利品的部分 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應該要 就是戴法庫 給大家看呢 回顧一下就是 那個氣息 非常中耳的氣息 那每一次呢 就是動漫節的時候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因為就是紙袋 然後想要收集而 印湊到那些金額 那這一次呢 就是我拿到了兩間 比較特別的提袋 那就是平行出版社的 提袋天官五六集 有在動漫節就是首發 然後還有就是 事件之眼 然後再來呢 平行他們也有出 就是寒慢的提袋 大家應該很隱隱其盼 而且很多人到現場 一定會衝去買的 應該就是 戀愛金區 然後還有就是 開貨關的部分 這在我們Bluve Eddie 真的賣的超好的 然後總共有三款 那另外一款呢 也是寒慢的 就是我們的過度呼吸 那這個是小說版的封面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九柱神的封面 非常的讚 很香 還有另外兩個是 我在動力出版社拿到的 就是提袋 第一個就是我們 咒術迴戰 那咒術迴戰呢 也即將在 2月24號就是上映 劇場版的部分 雖然是前傳啦 我最愛的Pick的撫黑會 就是不會出現 但是 Anyway沒有關係 我們有這個提袋呢 還是可以撫慰一下心靈的 然後再來另外一款呢 就是藍色時期 我曾經說過呢 它是被動畫耽擱的漫畫 大家如果有看藍色時期的動畫 就可以知道 沒有體現出漫畫的美 還有漫畫的細緻 漫畫還是很值得收藏的 我個人是很喜歡 再來 當然就是 大家期待已久的 漫畫跟小說的戰利品了 因為呢 今天就是片長的關係 我判得非常的長 所以我這些戰利品呢 大致上呢 會分瓶裝跟特裝版 然後特裝版會稍微的快速 跟大家講一下裡面有什麼東西 單行本的部分 我可能會挑 可能三本 跟大家做一個劇情介紹 那因為呢 有非常多人 就是沒有辦法到現場 所以來看一下 社長的開箱給大家 那留到最後的人 固定一樣 會有我們的 非常厲害的小禮物 給抽獎給大家 所以不要錯過了 大家一樣就是要把開箱看完好嗎? 這個呢 就是我這一次在動漫節的時候 入手到的所有書籍 大家看得到嗎? 有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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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盤子也不過如此了 那這一次總共入手到的戰利品呢 有12本單行本 然後有6個就是特裝組 然後大家就是去動漫節 是不是一定會入手的就是特裝組 因為特裝 一旦錯過就不再 一旦錯過就不再 動漫節大家一定是搶翻天 那這一次特裝組呢 總共收了6套 可以給大家就是稍微的截圖一下 先從那個 聊商遊戲重新開始2呢 那個特裝組 先拆開來給大家看 裡面呢 除了有就是這一次的單行本之外 再來呢 就有一個4P的特點小冊子 手刷的明信片 還有很厲害的就是特點畫版 其中一個就是會有含復制簽名 那它這個材質呢 應該是那種厚紫板的材質 然後有做局部上光的部分 如果真的喜歡湊跟競爭的話呢 絕對是要買它的好嗎? OK 再來就是這一個 這個在畫面中 大家應該有看到非常大的看板吧 就是美好結局 我自己真的是非常喜歡這套書 它是走劇情下的路線 特裝組裡面打開呢 就是實體書 非常的厚 然後裡面呢 還有一個就是 手刷的經典增長卡 今天一直都是 網美的手勢 哈哈哈 就是美妝YouTuber的手勢 然後還有這個呢 印籤的杯墊 老師的簽名是燙金的 然後再來呢 就是藏皇出版社的三套 第一組的部分呢 是斗絵絲幽靈不讓我睡 那這個之前呢 我在那個 我們的頻道 排行榜上面呢 也有介紹過它 這一次呢 已經出到第三集了 非常非常的厲害 賀莊竹呢 裡面內容就是 一本就是單型本 其實它就是很直白的一個書名啊 它的那個 它這兩個其實是同一個人 然後只是一個是幽靈體 然後一個是真人的形態這樣子 裡面呢就有一個就是兩批的小劇情 特點卡 然後再來呢 這就是一個糖果的零錢包 超級就是可愛 因為它的手感非常的好耶 很軟Q 就會看到大家就是 一直一直壓它 一直壓它 那它有兩個正反不同的造型 然後再來呢 也就是這本 這本應該是穿超級高人氣的 就是我們的 雨鶴想要被咬 這個呢 當然也就是一個超級主供 進攻在進攻的一個小獸 Omega的犯人 這個Alpha呢 是一個獄警這樣子 所以 就是一個非常非常機奇 又露 然後又啪啪啪的 很香的一本書這樣子 如果是喜歡看強勢獸啊 然後那種強強 費洛蒙爆棚的話呢 可以來pick一下這部作品 那它的特裝組呢 是一個鏡子 然後是有兩面的 Q版的 再來這個就是鑰匙圈 然後你可以看到它的背景 它就是 防照監獄的時候 不是要拍一個肖像圖嗎 然後那個肖像畫上面 它就會有一個那個身高 就是它有做一個 栩栩如生的一個造景在背面 很可愛 然後再來呢 就是藤孝仁如是說 它的特裝組的內容呢 當然還有一本 就是單型本 自己是覺得它這本 也是非常非常的搞笑耶 如果之前大家有看過 陰田先生的話 可以知道 老師的一貫畫風 都是這樣子的感覺 那它裡面其實是有一個特典卡 那特典卡因為封在裡面 我就現在不拆開給大家看 它的封面就是長這樣子 還有就是 兩對CP的愛的徽章 特裝組真的內容都超豐富 我覺得大家如果說 要去動漫節的話 一定就是都會排這些 最後一組 就是特裝組的話呢 是清文出版社的 Daisy Jersey 我真的覺得清文 他們的特裝組呢 內容物都做的超級好的 包含就是 這個單型本一本 還有明信片卡組三張 它這個那個造型啊 都超級好看的 而且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歡 清文選的紙質 非常的厚實 而且有彈性 品質真的是沒有話說 再來的話呢 這個應該就是小小的壓克力板 那如果大家不想要用壓克力板的話呢 它後面還有一個繩子 那大家就可以把它用成是 鑰匙圈的吊飾等等的 好然後再來呢 就是瓶裝組的單型本的 一樣可以就是 用五秒鐘的開放給大家截圖好嗎 但因為呢 這個數量比較多一點 然後我就挑三本 跟大家講一下裡面的劇情 因為我已經先看完了 我自己覺得呢 有哪些還蠻值得買的還不錯 可以推薦給大家 比較特別一名的話是 清文出版社這個就是美麗的他 那他這個是小說嘛 最近有蠻多人敲碗就是 我可以做那個美麗的他這個reaction 或是戲劇的講解或是解說 這個我已經有在準備了 所以這個小說的劇情等等的話呢 會在那一支影片 再詳細一點跟大家做介紹 再來呢 我已經完食的話呢 是這三本 第一本呢 就是告訴我你想要怎麼樣的快感 大家看到他的書腰 就是在一個非常的 哈茲卡系的位置 把它打開的話呢 就會看到非常性感的屁屁這樣子 對 那他的劇情呢 其實也是蠻簡單的 這個呢 他是一個小壽 一開始是一個直男 反正跟他交往的女性呢 總是說他就是沒有魅力 所以他就認為 他自己是一個非常平凡的一個上班族 想要試著改善一下 大家對於他的這個評價 然而呢 他就在情趣用品店 販賣櫃的前方 在猶豫的時候呢 就遇到了小公 那小公呢 是身為一個AV 會修的一個前輩呢 用過來的經驗 跟他講說哪一個尺寸適合他 然後又非常非常的湊巧 這個小公呢 居然是小壽的鄰居 所以他就又說 那要不要我來幫你 教你怎麼樣使用這些情趣用品呢 所以呢 就非常的正直的 然後開始教導了 小壽開啟了 情感上面跟身體上面的開發 這一本裡面 我自己看起來 是覺得小公是非常有魅力的 然後小壽也是被 他慢慢的挖掘 就是性感地帶 然後就開始整個人就變得 比較有性感的那一面出來了這樣子 應該可以給他個四顆星左右 如果說喜歡看比較輕快劇情 有一點點比較色氣感覺的話呢 可以來實用一下這本 然後再來這本 蠻爾東風以三年 他就是讓我覺得非常的特別的 因為他是一個 下流又色氣的畫師 然後跟一個 禁欲的和尚的一個故事 這個僧侶是公小公 就是一個騷氣又喜歡勾引人的小壽 那其實這本書呢 他有點像是 短篇的串連起來的小故事 小壽勾引對方 然後對方就是忍不住 又破了色戒 就動不掉 然後就對 對方就是吃乾抹盡 然後小壽就會一臉就是 哈哈 你又忍不住了吧 你又破戒了吧 就是那種感覺 對 可是呢 我原本對他的期待值 就是H期待值 可能到90分 可能至少也要95分左右 但是他的畫法就會讓我覺得就是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裡面的 嗯 我是覺得他的色氣度就是 有點燒不到癢處 大家知道嗎 就是有一點點 嗯好好好 好像快要染起來了 就是興奮了 然後可是又忍掉了 看完之後就會知道大概是怎麼樣子 就是有色 但是沒有色到底 有有有有 這個還是有性感的 就會看到就是小壽常常這樣子 勾引小公這樣 然後小公就會 啊忍不住就咬對方 大概就是走那種有點色氣氛圍 但是沒有露到底的那種感覺 然後再來呢第三本呢 要給大家推薦的 我自己覺得大家可以聽我介紹 然後再決定要不要入手 就是笨拙的我們的盲點 其實這本書呢 我覺得他光封面就是完全擊中我的好球蛋 因為我自己個人非常非常喜歡這個畫風啊 小壽就是一臉就是 哼 就是一個傲嬌女王的概念 然後又是一個不良學生 非常的自我 那小公呢 他本身他就是一個 非常賤氣 太陽又開朗 對著死蛋 就是小壽說什麼他都ok的 他就是這樣子一個個性 那他的故事內容就是講述 小公其實就是一直暗戀著小壽 他是一個雙向暗戀的故事 小公其實知道小壽一直都很自我 囂張又跋扈 總是會睡走他的女人 就是小公跟A睡了 然後隔一天呢 A就會 這個女生就會出現在小壽的床上這樣子 然後就是屢試不爽 即便是如此呢 他還是沒有辦法對他生氣 因為小壽任何一切行為 在他眼裡都覺得非常的可愛 非常的可愛 他就是盲目的愛著小壽 那因為有一天呢 就是後面有一個神助攻 就是這個很可愛的小女生 這個小女生呢 就是喜歡小公 他就跟小公告白 因為小公本來想說 所有女生都會被小壽吸引 所以他本來也覺得這個女生 可能之後就會被 吸引啊 可能跟對方又睡了 可是沒想到這個女生就是 真的一心一意只喜歡小公 小壽呢 就也因此覺得 這個女生為什麼跟小公交往這麼久 所以他就有點嫉妒 然後就是對小公抱怨了 這些女生的壞話 小公反而覺得說 你怎麼可以這樣說對方 因為那個女生是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的人 小壽又覺得說 因為他然後來指責我 然後小壽就是 你知道內心是有很多 覺得他變了 覺得小公變了 沒想到最後是這個女生神助攻 就是小公就是有跟這個女生說分手 那個女生就問他說 其實你是默默喜歡小壽了吧 就是喜歡這個男生了吧 沒想到小公就說 你怎麼知道什麼之類的 最甘心的呢是 這個女生他有叫小壽就是在教室門外 所以其實小壽就有聽到這一切 非常的可愛 就滿臉通紅的發現原來小公也喜歡了自己 然後原來他們兩個人是戶下暗戀的對方啊 的那種感覺 就非常的可愛 看一下看一下這一頁 有夠可愛的 而且外面的外表呢 跟裡面的故事畫風都是一致的 個人是其實蠻推的 但是呢 因為這本老師是他的第一本單行本 所以他故事主角只有到一半吧 大概一二分之一左右的篇幅就沒了 故事超短的 然後後面就全部都是別的CP的故事 還是有一點點美中不足吧 但是主篇來講的話 我自己是覺得很可愛很窩心 然後用那個 但如果你們三觀很正的話 可能也不要看這本 兩個人之間說穿也是渣男 因為兩個人就是一直以為對方是直男 所以其實女生就換過一個又一個 大家要斟酌一下自己可不可以接受 但我自己看了是還滿喜歡的啦 全部都可以推薦給大家 簡單快速幫大家把一些單行本 然後還有特裝族呢 都開箱介紹完了 當然最後也要贈送一些好禮給 看影片看到現在 然後可能沒有辦法去動漫節的大家囉 這個抽獎呢 不管是台灣 或是說海外地區都可以參加 我這邊有很多 我的網紅男友的 惡魔男歌的小徽章 他這邊呢就準備了兩個徽章 要送大家之外呢 再來就是我們平心出版社的 這個綠色捐項的透卡 強強CP 大家可以看看 pick一下這一對 希望以後未來也有實體書的出現 因為現在只有條慢就是連載當中 都是只有電子版的 透卡會抽五個人 那還有就是實體書的漫畫 告訴我你想要怎樣的快感 這本的實體書呢 也會抽給一個人 那我們會員呢 會再加抽一個就是南哥的徽章 總共會有九個好禮要送給大家 抽獎的規則跟辦法呢 一樣會寫在下方的置頂留言處 還有資訊欄當中 大家如果想要這些禮物的話呢 就歡迎就是留言留起來 那如果還有什麼想要看的主題的話呢 都可以留言跟我做分享喔 我是Nikki 我們就下次影片見了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